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要提的是经济景气持续的复苏 正是我们为青年朋友创造就业良好的一个时机 这里有几个数据 根据主席总处发布今年也就是104年的1月份的人数 失业人数是43万人 那么失业率3.71 刚有委员都已经提出 那么比较去年12月下降了0.08个百分点 创下了14年来同月份的最低 也是90年2月以来单月的最低 其中20到24岁的青年人 失业率是12.52% 比较103年12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 25岁到29岁的失业率是6.23% 也降了0.29个百分点 大学以及以上的程度的失业率是4.70% 较上个月下降了0.10个百分点 显示年轻的族群跟高学历者失业的状况持续改善 本学认为呢 失业率下降幅度虽然不大 但是趋势是正向的 那么昨天在行政立法研讨会上 我们的毛院长也向外宣示 三个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要提高劳动参与力 第二个就是要照顾弱势 第三个就是要减轻青年的负担 为了有效解决青年失业率 政府已经积极的整合各部会 长期推动的促进青年就业方案 以及青年创业专案 服务全面改善经济环境 加强职业培训 补贴工资提高工商公用青年的意愿 来协助年轻人 加强就业的准备力 青年是国家的重要的人力资产 也是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 促进青年就业更是近年来 国际重大的一个议题 本席期许行政部门 加强跨部会的整合 提出贴近青年的需求 让青年有感的就业促进措施 帮助青年创业以及就业 让年轻人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展现我国的软实力 提升台湾的竞争力 提升台湾的竞争力